书里面也有它的写法 不过书里面的写法跟我的写法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不太一样 我还是比较习惯我自己的写法 所以我又把它重新再写过一遍了 第二个的话连结 那连结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直接怎么样 把上面这个物件怎么样 跟这个我们画面上的元件 画面上的元件就是R.ID 所以上面我如果没有呢 重新给它命名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连结不到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Man里面 这个地方一定要按右键 一定要在这个概要里面 确认一下就是说你按右键之后 有没有ADID 一般人通常就是没有在这个地方 按右键ADID 确认一下没有给ID的话 那你到时候怎么样 假设你这样常常错都错在这里 比如说你这边没有给名称 或者名称给错的话 那到时候呢 我随便给一个 假设我这边改一个名称 或者是没有名称 OK那我到时候的话呢 把它save之后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一定会产生错误 为什么因为它找不到这个ID的东西 有没有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修正的话 很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呢 在这个上方一定要给这个ID 而且要给跟后面一样的这个ID的名称 名称我再把这个名称 有时候怎么样呢 把它copy一下好了 让两边是一致的就OK了 这个应该是蛮常看到的这个问题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按确定之后这个ID 特别注意呢 最后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呢 一定要怎么样呢 把它save一下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save的话 它就不会去更改什么呢 更改这个我们general里面 这边有个大R的这个登录档 那这个大R的登录档 如果说你没有save 它就不会去修改 不过呢 这个大R的登录档 大部分也不要去修改它了 它会save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 有没有 马上 对 有没有 save之后 它就会修改大R的登录档 那这边的话呢 也就刚好连结的到 OK 那这边的话 两个连结 对不对 一个是linear layout 一个是testview 连结到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要建立事件 那建立事件的方法 我想前面我们也讲很多 那我们用的是在linear layout上面 因为我要touch的对象 是linear layout 那linear layout呢 它有个事件 叫set 其实都是setO setO 你打setO 就会自动跳出来 因为我